你說有一個媽媽 因為她的女兒愛犬過世了 但是她特別找來跟你諮詢 對 那個也是我在處理的過程 一個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一個案例 這個媽媽就是很緊張來諮詢 就是她跟我說她女兒都不對 那我也看她女兒也是不對了 已經卡到了 那為什麼呢 就是她本來養了一隻 這個叫做 她養了一隻狗 那隻狗什麼品種忘記了 但是她就很喜歡那隻狗 因為那隻狗就是 她從很小朋友送她 她就把牠養大 養大之後死掉了 牠一直走不出來 就一直哭 那媽媽就說這個要火化 火化怎麼辦 有的人就是請那個動物 處理動物的幫牠處理掉 那牠就說不行 不行 牠不想讓這個小狗離開牠 牠就去請人家 牠化成骨灰 本來媽媽說 如果你都不OK 不然我們把牠放塔位 有動物塔位 牠也說不行 這樣子 那因為牠傷心很過度 都因為太傷心 都沒有辦法去上班 然後整天就很嚴重這樣子 那牠媽媽也沒有辦法 就順著牠 牠就去把牠做 請人家用塑膠袋包起來 然後用布裹起來 然後就去買了一個 那個娃娃 布娃娃的狗 跟牠的狗很像 牠就把那一些骨灰放在裡面 然後牠就覺得 這樣牠的小狗沒有離開 對 然後就 剛弄好的時候 牠就媽媽就覺得說 有安慰到女兒 女兒比較神采飛揚 比較有精神 沒那麼傷心了 那牠想說也算了 女兒這樣堅持 牠也沒有很反對了 可是牠心裡還是很掛礙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女兒就每天 就抱著這個娃娃睡覺 然後吃飯也把牠放在椅子 旁邊跟牠講話 然後比如說叫牠屁屁 屁屁 我們現在去哪裡 然後要出門 也把牠抱著這樣子 一直到有一天 媽媽就覺得這個女兒 越來越不對 上班也不正常 然後晚上都不睡覺 跟狗講話 然後白天就睡覺 工作也沒了 那有一天這個媽媽的妹妹 就帶了這個妹妹的女兒 也一起來 結果牠們養了一條狗 這個狗就到牠們家 牠就不是 養了一隻貓 這個貓帶到家裡 我們要出門 不是要用籃子裝嗎 然後牠就把那個 動物的籃子打開 那個貓看到 我這一個信眾的女兒 就貓看到狗 不是會這樣 有沒有 那個毛會聳起來 然後就很害怕的神情 然後好像要攻擊牠 跑掉 那個阿姨 這個女兒要叫牠阿姨 就是這一個信眾的妹妹 的那一隻貓 就是產生這樣的一個現象 牠就覺得不對 為什麼這個貓看到牠女兒 會是這種神情這樣 牠就開始覺得對 然後牠妹妹也說 你們女兒子很奇怪 那個臉色很差 而且那個眼神涣散 然後我們剛剛在講話 我在講東 牠怎麼都在說西這樣子 那媽媽就開始注意這女兒 一直到有一天 牠就偷偷地 在她女兒在房間 牠去偷偷打開門 觀察一下她女兒幹嘛 結果她女兒 發現她女兒用湯匙 在咬狗罐頭吃 在吃狗罐頭 她媽媽就嚇到了 就說怎麼辦 就打電話給她妹妹說 我女兒子在吃狗罐頭 這樣要怎麼做 她說你這個要快點處理 結果她就到處去問這樣子 就說這個小孩卡陰 那卡陰呢 有一天她媽媽就看到 她女兒洗完澡回房間 她又偷偷看她 結果她女兒 不是用毛巾擦身體 她用舌頭在舔她的手 對 我們一般洗完澡 不是用毛巾擦身體嗎 她用舌頭在舔她的身體 這樣舔多久啊 不知道 她媽媽就嚇得快暈了 她這樣很夠感看就對了 對啊 簡直就都跟狗一樣了 所以她就到觀音店來問我 應該怎麼辦 那我就說這個要把那個 那個狗鱗把牠送走 這要請神來做主 後來我就幫了 幫牠做了一場法會 那我就說 你這個骨頭還是要 骨灰還是要處理 我說如果女兒真的 放不掉的話 因為我這樣有處理 也幫他女兒 送牠再拆蓋 那牠神智會比較清楚 那我就勸牠說 把牠 你如果很想念牠 這樣狗在你 你這個布娃娃裡面 牠也沒辦法去投胎 你乾 我就安慰牠 我說 你把牠請到那個鱗骨塔 對 讓牠有一個位置 讓牠可以再去投胎 所以老師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動物還是要送走就對了 對 要送走 牠還是有靈 鄭大哥 因為我家的貓 我家的貓 就是前前前一陣子 牠跳樓摔死了 然後後來我有送到那個 就動物的火化 火化紋 對 後來牠就弄了一個罐子 一直沒地方放 現在放在我的書桌後面的 防草箱裡面 所以我想說 昏洞老師是怕把牠送走 送走啦 因為偶爾還拿出來看一下 你還在那裡放回去這樣 久命怪貓 貓靈很比較陰 是喔 對 對 我還怕牠撕掉 所以放在防草箱裡面 可是我們會不會 可能都不知道 狗罐頭其實蠻好吃的 對 狗罐頭 狗罐頭我有吃過 牠才有吃到 有沒有 我想說 怎麼這麼好吃 我真的有吃一口 因為國外他們有說 你如果當一個好的主人 其實你可以試看看 牠會太鹹 對不對 對 狗不好 我一直都吃過 對 狗不好 所以我就吃 欸 還不錯 我再吃兩碎 這樣 對 其實好的牌子 還不難吃 說實在話 廖老師這邊有個故事 是媽媽的女兒 二十幾歲就過世了 是 但是呢 牠生前最愛的一雙 跟媽媽去日本玩的 這個時候買的鞋 拖鞋 室內拖 室內拖鞋 對 然後發生什麼事 對 因為這一個 這一個媽媽就是來找我 她有敘述一下 她這個女兒 她有兩個女兒 這一個是小女兒 那這個小女兒是 突然走掉是意外 意外身亡 那她在生前就是 很喜歡日本 因為她就是很愛乾淨 然後房間都要整整齊齊的 然後她有 她的執念就是 她的衣服 她的鞋子 連她姐姐都不能去穿 有一次她姐姐借了 沒有經過她同意 借了她的衣服穿 她就從今以後 不跟她姐姐講話 生她姐姐的氣 她就說那是我的衣服 那是我的鞋子 你都不能穿 而且她跟她媽媽說 那一雙室內拖 說是她最喜歡的 去日本買回來的 誰都不能穿 如果有親戚朋友來 一定不能穿她那一雙鞋 有人不知道穿了 她就是會非常生氣 一直到她走後 她本來就是單親媽媽 帶兩個女兒 那後來就是 因為這個女兒走了之後 他們有一個機會 要換一個房子 因為這個房子 也比較舊了 那因為那時候 就是女兒的東西 這個小女兒的東西 也滿多的 那媽媽就想說 我們搬到新家 那這一些小女兒的東西 那麼多要全部帶走 可是她的東西都很乾淨 然後還衣服都很漂亮 鞋子也很漂亮 然後還有一個 很漂亮乳白色的衣櫥 所以她就覺得說 那她有一些 女兒的東西帶走 那這一個房子 她就留了女兒的衣� 還有一些衣服 還有那一雙她喜歡的拖鞋 那後來就有人來買了 這一間房 然後她就 房子順利賣出去之後 她有跟她說 那有一個房間 是我小女兒的 那她有一個衣櫥跟衣服 是她很喜歡的 但是我們覺得 我們那邊東西放不下了 所以我們就先放在這裡 也沒有時間處理 那如果你們不喜歡 就把它丟掉這樣子 那結果這個來買的 是一個單身的女孩子 有交男朋友 因為她這一間房子不大 她覺得說 她有一個辦公室 有一個房間 這樣她很適合 然後她住進來之後 她覺得 這個衣櫥很漂亮 衣服也很漂亮 然後尤其那一雙拖鞋 她很喜歡 她就開始穿那一雙拖鞋 那一開始 她就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 可是就當她穿了拖鞋 在穿了衣服之後 她開始有被鬼壓床 開始不好睡了 不好睡 然後有一次這一個 女孩子又發現說 她睡覺的時候 明明室內拖是朝著 這個她的床 在上床睡覺 怎麼她起床的時候 室內拖跑到浴室的門口 對 怎麼會 還有走 對 她就在想說 會不會最近加班 然後她很累 然後又被鬼壓床 然後精神恍惚 然後去半夜起來 去上廁所 她把她穿到那邊 她就自己這樣子懷疑 然後一直到 後來她很不順 男朋友跟她吵架 跟她分手 然後也每天都睡不好 結果在公司出了一個大包 然後也被辭退了 後來她又發生意外 你知道嗎 然後又跌倒 又車禍 然後後來她就關在 那一個房子都沒有回家 也不出門 然後她媽媽就來看女兒 覺得她女兒怎麼變得一個人 很奇怪 對 然後她就問她女兒說 妳怎麼變成這樣 然後也不回家 然後妳沒有去上班 沒頭路妳也沒跟媽媽說 妳如果變成這樣 就像Eason 那時候自己關在家裡 那種神情 然後她媽媽看到 她女兒嚇一跳 就是廚房的冰箱的東西 冰箱也沒有關 然後東西都燒爽 那後來就是 她媽媽覺得 這個女兒一定有問題 女兒就跟她說 她穿的那個衣服 曾經做噩夢 有一個女生來跟她說 妳再穿我的衣服試試看 所以她就去找了 這個園屋主 也是我的信眾 她說糟糕了 發生這個事 問我老師 那她女兒的東西 應該怎麼辦 她請他們對方丟掉 他們也不敢丟 她就來問我說 很簡單 妳就是幫妳女兒辦一場超渡 把這一些東西都燒化給她就好了 後來就這樣處理 燒給她女兒 反而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